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分解成括号A加B乘以括号A加B 利用X的平方公式因式分解 A平方-2AB加B平方等于括号A-B的平方 可以分解成括号A-B乘以括号A-B 但最后一段路的关卡肯定都是魔王题 没那么简单的 一起加油吧 狐狸猫和小树蛙继续向前走 很快地就看到了出口 你看 出口已经到了 小树蛙 这么容易吗 嗶 嗶 嗶 安全防护第一道门启动 突然之间 简报的道路被一道铁栅栏封死了 我就知道没这么容易 看来解题时间到了 狐狸猫和小树蛙看到栅栏上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请将括号X加1的平方加4乘以括号X加1加4因式分解 便能解除第一道安全防护 观察这道题目 可能的方法有暴力展开法 接着化解式子并用方法找出音式 不过再观察仔细一点 会发现这个式子符合A平方加2AB加B平方等于括号A加B的平方的形式 先将多项式中的常数项4写为2的平方 列出括号X加1的平方加4乘以括号X加1加2的平方 请问这时把公式中的A看成多项式中的合者正是合的平方呢? 答案选B 这时把公式中的A看成X加1 B看成2等于括号X加1的平方 加2乘以小括号X加1乘以2加2的平方 正是合的平方 等于中括号括号X加1加2的平方 化解为括号X加3的平方 哭哩猫高兴大喊 答案是括号X加3的平方 可以展开为括号X加3 乘以括号X加3 恭喜答案正确 第一道安全防护解除 铁栅栏缓缓地打开了 狐狸猫和小树蛙赶紧通过 但还来不及抵达出口 就又出现了第二个警示灯 B B B 安全防护第二道门启动 这次是一道金色的栅栏封住出口 哇 还有一道防护啊 狐狸猫和小树蛙凑上前去 看栅栏上的纸条 上面写 请把括号X-2的平方 减2乘以括号X-2加1 因式分解 便能解除第二道安全防护 经过这么多次的练习 我知道 仔细观察看看 或许可以利用乘法公式因式分解 狐狸猫说得没错 观察这道题目 会发现这个式子符合 A平方-2AB加B平方 等于括号A-B的平方的形式 其中多项式中的1也可以写为1平方 值都等于1 所以列出括号X-2的平方 -2乘以括号X-2加1的平方 另外 这是把公式中的A看成X-2 B看成1 便等于括号X-2的平方 减2乘以括号X-2乘以1加1的平方 正是X的平方 请问等于下列何者 答案选A 没错 等于中括号括号X-2-1的平方 画点为括号X-3的平方 并可以展开为括号X-3乘以括号X-3 利用X的平方公式因式分解 答案是括号X-3乘以括号X-3 恭喜答案正确 第二道安全防护解除 金栅栏还款就打开了 狐狸猫和小树啊 终于通过迷宫的出口了 过程中 他们耗费了千辛万苦 通过了无数个关卡 回想起来 真是一场精彩的冒险耶 狐狸猫和小树蛙 不仅学会利用平方X公式 和的平方公式 还有X的平方公式因式分解 也发现再复杂的题目 只要仔细观察 或许能用乘法公式解开 那么这次的迷宫冒险就到这边啦 狐狸猫和小树蛙决定要去吃大餐庆祝了 不过在课程结束前 整理一下这堂课的重点 核的平方公式 A平方加2AB加B平方 等于括号A加B的平方 X的平方公式 A平方-2AB加B平方 等于括号A-B的平方 AB可能是数字或是多项式 当因式分解的结果为完全平方式时 需要化解并展开 例如中括号 括号X-2-1的平方 化解为括号X-3的平方 展开为括号X-3乘以括号X-3 大家都学会了吗? 记得多加练习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